你是否听说过杀猪盘 它是一种常见的网络骗局 已经造成了许多人的财产损失 如果你想了解什么是杀猪盘 它是如何操作的 以及如何避免成为受害者 那么这个视频就是为你准备的 大家好 今天小虎要谈谈杀猪盘的话题 杀猪盘是一种网络骗局 通常骗子们利用人们好色 贪财的人性弱点 在社交媒体上寻找潜在的受害者 杀猪盘分为杀好色猪盘和杀贪财猪盘 杀猪盘是如何操作的呢 杀好色猪盘扣脚大汉偷图冒充美女 先以色相为诱饵 主动和你搭讪 他们搭讪的第一句话常常是你好啊 骗子们每天群发出成千上万的搭讪 也不指望每个搭讪都得到回复 他们采用的策略是普遍撒网 重点培养的搏傻策略 一旦有智商低 好色或者空虚寂寞的人 回复他们的搭讪 他们就会按照已经写好的剧本流程 一步一步把你引向他们早已设好的陷阱 骗子们擅长扮演网络情人 知心哥哥姐姐 早晚问候 虚寒问暖 撒娇卖萌 甚至主动发送不雅照片 等得到你的信任后 时机成熟时 骗子通常以及事或疾病需要钱 开始向你借钱 第一次先借小额 然后很快就还给你 以取得你的信任 降低你的警惕 然后继续不停借钱 骗子一旦借到他们的目标金额 或者发现你醒悟了 就马上玩消世界的钱 有去无回留下伤心的你 在风中凌乱 沙滩才猪盘 通常骗子们会在社交媒体 论坛 群聊甚至短信 宣传他们的投资项目 他们通常会承诺高额的回报 并利用各种手段来让人相信 这个项目是真实可信的 比如 他们会提供假的交易记录 虚假的证明文件 或是让一些人先得到高额回报 来吸引更多人投资 或者诱骗你将钱投入到 所谓的高额回报的投资项目中 然而 这些都是骗局 当越来越多的人投资时 骗子们会开始从中获利 而这些所谓的投资项目 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的 最终 当骗子们得到足够的资金后 他们就会突然消失 投资者发现他们的资金不见了 投资项目也突然消失了 留下一大批受害者 那么如何避免成为杀猪盘的受害者呢 简而言之就是借色借贪 不要理会那些主动搭讪的美女 100%是骗子撒的诱饵 收到搭讪就马上拉黑 这世界上是不会有主动送上门来的好事的 另外不要相信那些声称可以提供高额回报的投资项目 通常来说任何一个看起来过于美好的投资机会都很有可能是骗局 那么好的赚钱机会他为什么要分享给别人呢 要尽量避免相信和宣传不实信息 并且要谨慎地对待不知名的投资机构 如果你不信已经被卷入了一个杀猪盘骗局 那么一定要马上止损并及时向相关机构报案 并保留所有相关的证据 只有这样才能为自己的权益争取更多的保护 杀猪盘骗局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我们必须保持警惕 不盲目相信那些看起来太好 以至于不可能的投资机会 要时刻谨记高额回报背后往往隐藏着高风险 如果你不确定某个投资项目是否可靠 一定要通过多种渠道进行调查和验证 包括了解公司背景 查阅相关报告和资料 以及咨询专业人士的意见 要坚持理性思考 不要轻易被所谓的高收益诱惑所迷惑 以免付出惨痛的代价 最后杀猪盘骗局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作为公民 我们应该积极参与到防范和打击网络诈骗的行动中来 通过自身的努力 为营造一个更加安全 公正的网络环境做出贡献 感谢大家收看小虎的这期视频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想法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和大家一起讨论 同时也请大家点赞和分享这个视频 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警惕杀猪盘骗局 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